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网络治理它过去的一些发展的轨迹 那从这个轨迹呢 大概我们可以知道说 网络治理它所可以使用的资源有哪些资源 那这个在战争当中 这些资源它所代表的意义 在第二个阶段就会显现出来 那网络治理在第一个阶段就是 从1957年到1970年代 它是军事发展 是作为军事用途 那也就是美国军方的Dopanet 那第二个阶段就是学术的研究 从1970年代到1990年代 这占近20几年的时间是属于学术研究 那就是我们所熟悉的TCP IP 那这时候大量的网络的技术的规格 它的标准都是开放 那所有它使用的软体呢 这个标准你要通要审秘这个 这个国际标准的时候 你必须同时提供你的可执行的程式码 所以在审核这个技术标准的时候 它可以确定这个技术是有可以落实 而且是经济可行的 因为如果说这个标准没有参照可以执行的程式码 那事实上有很多标准可能会变得至爱难行 或者它所导入的成本非常的高 或者是它的经济规模让所有的人没有办法负担 所以TCP IP的标准有一个特色 一旦它通过标准的当天 所有的社群软体的程式码都可以拿到它的所揭露的程式码 所以你就可以整合到它相对应的Library 那不管你的作业系统是微软 是MacOS 那包括现在的手机 都可以在第一时间拿到它所使用的程式码 然后整并到你的作业系统 所以这是属于学术研究的部分 那今天Internet会这么 相容性会这么高 那有这么大的普及率 其实跟这一点息息相关 因为所有的程式码都是属于开源软体 就是开放程式码 所以倒回来开源软体未必是重点 而是开源软体是配合着技术标准 它才能产生软体的强制作用力 这才是重点 那第三个阶段就是商业发展 从1990年到2000年代的时候 就是大量的World Wide Web大量的发展 那W3C也在这个时间呢 成立标准组织针对网页的HTML相关的标准 而去订定 让浏览器有更多共融性共通性的标准出来 那这个就是Tim Burnley他所领钱在推动的网页相关的标准技术 那这个时候就跟以通讯协定为主的TCPIP慢慢就脱离了 因为其实World Wide Web第一个标准是在TCPIP 就是IETF订定的标准 那到了1990年代切分出去之后 就变成是由W3C来引领 就是订定内容相关的标准 或者是网页相关的标准 那第四个阶段就是大量的媒体 大量的社群媒体 大量的媒介 2000年到2010年 那在网路治理的领域呢 就包括WSIS跟现在我们所熟悉的IGF Internet Governance Foreign 网路治理论坛联合国所领钱的 也是从包含ICAN也是在1998年开始正式运作 所以大概从2000年之后之前的网路治理的 可能是属于属于概念 或者是属于它是属于一个想法 但是在2000年之后它就完全的体制化 不管是在国际的层级 或者是它的财务的层级 或者是组织的层级 它就非常具体化了 它就不是在不再是一个想法 而是一个具体可操作具有实质公权力的一个运作机制出来 那最后就是我们现在所面临的这个阶段呢 是网路谈的就不是 就是牵涉到所有的人都必须要能够上网 那这个就是一般我们常常听到另外一个 社会科学听到的一些其他的 关联形容词 包括说要具有包容 具有包容性 那具有这个可接取 那这是所有人都必须能够联网 而且不止所有人 现在Internet主要的联网已经不是人 而是设备 IoT的设备 物联网的设备 或是创接网路的设备 所以这个阶段呢 大概是所有的人 所有的物件都必须要具备联网的功能 那从现在这个阶段来看 Internet就不是一个单一的领域 它会跟我们的商业 跟我们的通讯 跟我们导致是只有数位服务 或是电子商务 现在是跟所有的服务串接在一起 那包括我们现在因为疫情 透过视讯来开会 那这个都是物联网带来的 就是Internet带来的冲击